你先走了 邱总 这是上个月的工资表 你们看一下 我还没有签字 有些问题 怎么了 吴灵飞呢 这个月只上了五天班 也没有请假 她的工资 会计不知道该怎么做 又不敢来问您 就按公司规定执行呗 哪能按公司规定执行 我们公司的员工制度里 这样的情况是要被辞退的 那我来跟她谈谈吧 你可千万别跟她吵架 吴灵飞妈妈身体一直就不好 她不来上班也没什么 她那些事我就顺手给她做了 谢谢啊 不用客气 应该的 对了 那天同学聚会你怎么没去啊 我 我那天有事 吴灵飞喝多了 我听说了 对不起啊 你没有必要跟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啊 吴灵飞 咱们大学毕业都已经好几年了 以前那些事 也没有必要记一辈子对吧 吴灵飞她不懂事 就多让让她一点 好不好 那还生我的错了 不是不是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 我就是说 有些问题 有些关系 你处理得比较更加妥当 吴灵飞什么脾气什么心言 你是知道的 你就说那个同学聚会的请柬吧 当时不是上班时写了 我一个人的名字吗 她看了之后 差点没把我家屋顶给掀了 我知道这请柬 肯定是老班长写的 请柬是我写的 我只想邀请你可以吗 我不想在同学聚会上 看见你跟吴灵飞秀恩爱 哪怕就那么几个小时 我只想看见你可以吗 我们没有谢恩爱 我们一直都很恩爱 丹宁 真的我非常感谢 你能在公司做我的左膀右臂 说实话 论工作能力和才华 吴灵飞没法跟你比 你别看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 她其实就是个孩子 我在家里哄这个孩子 我已经很累了 你能理解吗 理解 谢谢 这是北京经销商的合同 你签个字 合同律师看过了 我也仔细看了一遍 没有问题 好 好了 对了 对了 你要是想休息的话 我跟你放几天假 你该不会想公报四仇开除我吧 我猜你心里就这么不堪啊 行了 工作去吧 对了 我还有个问题 在你心里 我算是个善解人意的人吗 当然了 谢谢 我说 我在说 你也会酷啊 我做什么这事 你 我 你 我就 事情搞定了 我们在哪儿见 要不啊 咱们进去你帮我去挑挑口红 看看哪种颜色 适合我这身衣服 我又不懂 我都是乱配的 再说了 我有选择困难症 哪有什么选择困难症啊 所有的选择困难症啊 都是一个原因 那就是穷 我不是说你穷啊 我说的是一个相对概念 女人开始 在自己脸上精打细算的时候 无论她口袋里有多少钱 那都是穷 穷的不是口袋 而是这里 丹妮啊 从现在开始 你要跟我学习 你记住了 做一个精致的女人 才是你幸福生活的真正开始 做生意是要讲名片的 你的样子 就是你的第一份名片 好久没放话行了吧 一会儿我买完口红啊 咱们去做头发 我带你去 你经常去的那家店 是否是老上海 手衣好 价钱也公道 不像那些七七八八的连锁店 手衣差 还贵得要死 工作搞定了 咱们可以去挑口红做头发了吧 走吧 莫莉阿姨 怎么样 发情还满意吗 蛮好的 我就讲 那家发廊师傅的手艺 在全上海都是顶呱呱的 以后你去他们店 报我的会员卡号 直接打五折 今天礼拜几啊 礼拜六 那从下周一开始 我让那边公司给你算薪水 那我什么时候从秋市离职啊 等到他们关张大吉的时候 你自然就离职了 你该上班上班 一会儿找家银行 重新办张银行卡 这次的佣金和薪水 我让那边公司 给你直接打到新卡上 你放心 该给你的钱一分也不会少 莫莉阿姨 这不是钱的事 不是钱的事 那就是大事 说吧 是不是心里头不舒服了 我明白 这些年 你死心塌地地跟着邱东阳 跑前跑后 抛头楼面帮他做生意 除了那点有限的薪水 你想要的勤奋一点也没落着 人就是这样 没得到的才是最好的 我也是蛮好奇的 我之前找过你 刚开始 你连我的面都不肯见 因为伍林飞伤了你的自尊 你来找我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在我意料之外的是 今天这份合同 你签得如此漂亮 我还以为你会反悔呢 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不过 你给了我一个惊喜 能问问原因吗 今天我去找她的时候 她跟我说 我的能力和才华 都比伍林飞强 她也很感谢我一直以来 在公司做她的左膀右臂 她还说伍林飞只是个孩子 任性不懂事 为了我在家里 没少跟她吵架 她希望我能多理解她 是啊 我能理解她 可是这么多年了 到今天我才发现 我所有的理解在她看来 都是理所当然的 听起来好听 我比伍林飞有才华 比她善解人意 比她能力强 可是伍林飞才是她老婆 我只是个打工的 我算是明白了 跟伍林飞比起来 不管我多优秀 都只是白搭 你要这样想 只有你优秀了 才会遇到更好的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就像你现在这样 说一无所有吧 有点夸大其词 更像是虎落贫阳被犬气 没办法 只能先把自己变成一只猫 温柔听话 等到合适的时候 再变回老虎 我就是跟黄瓦寅学的 当年我们认识的时候 我看上去像一只老虎 它就像一只猫 而实际上呢 我是指老虎 它是老虎扮猫 在美国的这些年 我就记住了一点 能笑到最后的 才是赢家 要想赢 最难的对手是自己 你思路清楚目标明确 就胜券在握 但凡有一点感情用事 就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输了 没人会记得你 赢了 至少你不用在继人篱下 要输要赢 你自己选 好 好了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 大家散会吧 邱总 怎么了 这是今天刚进来的律师函 律师函 你马上给陈律师打电话上她来过办公室 快快快 对啊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拨打电话 原老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莫里亚一电话也关机了 东阳 你跟我说实话 这份合同真不是你签的 我怎么可能签这个合同吗 我不可能我公司所有财产 跟原老做什么借款担保对不对 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什么贷款公司呀 那这个字是不是你签的 这 这 这就是我写的 但我没写过这个合同呀 我核实过了 这个公章是真的 如果字也是你签的话 这份合同就是有效的 不 它 它就是个假合同这个 上个月七号 上个月七号你签过合同 七号 七号 想不起来了 那公司的合同 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经手 叶大宁吗 叫他过来 他 他去老家了 我给他发个三天假 你马上给他打电话 好好好 用免听 什么也别说 就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你听我的 好 喂 东阳 找我有事吗 丹宁 老家的事忙完了吗 能提前回来吗 想我了 我帮我你的 吴林飞不在你身边吧 我一猜就不在 他又是在呀 你怎么要给我打电话 好了 说正经的 领导有什么指示啊 你回来再说吧 你赶紧签机票 你好告诉我去接你啊 这么主动先殷勤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公司见 好 来 叔 我觉得这事跟叶丹宁也没关系吧 房人自信不可悟 可是我跟他认识都好几年了 应该不至于啊 黄总跟袁朗还有莫林 他们认识的时间更长 这就是结果 来 叔 你跟谁打电话呀 这件事情还是得告诉黄总 别 你别跟我妈说行不行啊 东阳这可是大事 在这份合同里 公司的所有资产都做了担保 对方一旦起诉 求是必将一举 那我自己查呀 人都找不到 你上哪儿去查 我报警啊 我告他们诈骗 这明明就是诈骗 他现在已定做成了合同纠纷 东阳你听我的 这件事情必须告诉我 你告诉我妈干吗呀 你告诉他 他跟我爸一直被心虚 毁在我手上是吗 东阳 现在不是整墙的时候 那你丢不丢时间 我自己先查我们还有时间 对不对 如果我拖一拖的话 应该能争取几天 好好好 那那小心拖几天 我们先找着叶丹宁 然后东西去之后 咱们再说行不行 好吧 谢谢 谢谢 有什么情况给我来电话 我的手机不关机 记住一点 遇到任何情况 保持冷静 好 他发现了 他发现了 来 这些东西拿着呢 这是一张新的电话卡 是用别人的名字办的 这张银行卡 是我用远方亲戚的名字 给你办的 卡里的钱 够你好好休息一两年的 房子我也给你租好了 钥匙在这儿 我不想待在上海了 你现在去哪儿都不合适 用不了多久了 邱东阳就会从公司 账案库里看到 那份和北京分销商的合同 少了最后一页 邱氏公司的每份合同 都是你经手的 他肯定会发疯了一样找你 说不定还会报警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是待在上海比较安全 害怕了 万一被查出了 我会坐牢吗 法律是要用证据说话的 合同是你经手 可是经过这么多天 经手的人不止你一个 只要没有证据 邱东阳和黄远莹 就算心里清楚 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要你不承认 邱氏就必须理性合同 放心吧 小长来电话了 没接到叶总 航班号没弄错吧 我也以为是弄错了 就打电话给叶总 叶总手机停机了 停机你给他交费啊 不是欠费 我打电话给服务台问过了 办的是停机保号 是是什么意思 董秘书 你把三个月七号的合同 给拿过来 好的 我从档案袋里 拿出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我记得存档的时候 我检查过一遍 最后一页是在的 你出去吧 你出去吧 元老 莫莉 叶丹宁 他们三个一起过来骗我是吧 从合同上来看 我们基本没有胜算 这是个精心策划的局 如果真的到了法院 你跟法院说 这份合同是假的 可是你又认识借债人 而且借债人元老 又是你们公司的股东 首先你就具备了替他担保的可能 那 那如果我找到叶丹宁呢 别说你现在找不到他 就算找到了也没办法 你说是他在合同上做了手架 证据 没有证据 你就算知道是他做的 一点办法都没有 叶丹宁 你给我出来 我知道你在里面叶丹宁 你给我出来叶丹宁 叶丹宁 你干什么呢 滚 你怎么这么笨 学了多少遍领带都不会大 这不由你吗 我还学上吧 你别说 我觉得这领带配我这西服挺搭的 好看吗 你也不想想 这女生送领带给男生 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不经常送我领带吗 这方面你比武林飞强过了 我比她强的地方多了 对了 你这领带多少钱买 过两天我给你 我先走吧 你干什么去啊 约会啊 那你什么时候腾个时间跟我约会啊 等你有男朋友了 我一定陪你去约会啊 你要是不娶我 我就终身不嫁你信不信 欢迎加入公司 也感谢邱总的信任 喂 你好哪位 喂 喂 叶丹宁吗 想不到你还会跟我打电话呀 挺好的 这么多年的老同学就是不严了 念旧情 符合你的性格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丹宁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设计得可真够精密的呀 假借款假合同 你不怪是咱们班的女学霸呀 为什么呀丹宁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不说话是吧 好啊 我听你说 因为你爱我 你得不到我 你就恨我是不是 因为爱生恨我 能理解 其实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你对我的好 我都记得 我一直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 你明白吗 除了我妈和伍律芬 你是我最信任的女人 你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丹宁 我没有欺骗过你的感情对吧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说我侵犯过你是不是 那 好 也许你 你以为我利用你的感情 你认为我邱冬阳 我是个混蛋 我是个王八蛋 我对不起你 我能理解 你要做什么 你冲着我来 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求求你 你能不能不要害我公司啊丹宁 那不是我一个人 那是我爸妈一辈子的新军 就是你明白吗 我就想问你一句 你爱过我吗 在结婚之前 在你混不了会之间 没有女口 你保重 喂 喂 喂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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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林律师 一旦您给我打电话了 我感觉她就在上海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呀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应该问你 我赶紧你关系 那么一件事 商店汉里的事了 你是不是家里武林飞不倒 外面叶丹宁飘飘 买稀有 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 我可真帮不了你 这是公司的事 就是 在工作方面吧 我对他可能有点误会 所以 能有什么误会啊 说白了 给的钱少了是不是 要不然怎么说 有钱人为富不仁呢 叶丹宁对你多好啊 这么好的姑娘 为了你不谈恋爱不嫁人 当不然你老婆 就去给你当副总 去帮你赚钱 你还不知足啊 我没有不知足啊 你就是不知足 你要是知足 你就不会把叶丹宁 弄到你身边去给你当副总 你居然选择了 当年跟武林飞在一起 就不应该再跟叶丹宁 有任何纠缠 于公于私都不行 你们这种关系 应该是离得越远越好 不要幻想着 做什么红颜知己蓝颜知己的 所谓的什么红颜知己蓝颜知己啊 说白了 就是没有成为夫妻的痴男悦女 你们家武林飞那是什么脾气啊 不用想我都知道 叶丹宁到底受了多少委屈 保不齐就是当着你的面 笑脸相迎 背地黯然神伤呢 我看啊 你也别找了 他对你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啊 说不定过不了几天 他自然就会回去找你的 我呢跟你不熟 有些话不该我说 但咱都是男人 是男人就得担当得起责任 这事从头到尾你就做错了 你既然知道别人武林飞那脾气 也知道别人叶丹宁对你的感情 你还把叶丹宁弄到你身边 天天跟你朝夕相处四目相对的 你是在折磨叶丹宁 还是在嫌你日子过得太舒服啊你 我就是太着急了 所以我想找你过来问一问 你 你要是觉得不方便 那我走了 你看看你 你好来话你不分啊 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吗 我知道 行行行行 多的我也不说了 说了你也不爱听 这样 我呢 托同学们找找 如果有叶丹宁消息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好不好 行行行 那谢谢了 还有一件事 我得跟你说清楚了 就是这事 千万别让你们家武林飞知道 她那脾气我真受不了